其實剛剛兩位醫師都一直不斷的提到RAS 而且其實很幸運的是 RAS也有健保給付 所謂這個RAS的基因檢測治療 到底是什麼呢? RAS的基本概念就是說 就像現在的疫情一樣 原來出現了叫野生型這樣 後來又有Alpha、Beta、Gamma、Delta等等之類的 那原則上我們會把我們拿下來的組織 送去做給病理科醫師 去做基因檢測的判定 如果它是原生型大概佔44% 然後大概在突變型的話就會稍微差一點 就好像我們現在台灣面對Delta 或是Alpha之類的這樣 它只佔我16% 然後我個人習慣會用原生型的 我會用抗癌症的表屏上面細胞 去加上兩種化學治療去打 把腫瘤轉移出的腫瘤把它打小 甚至打到可以去開刀 達到整個叫做完全反應 完全反應之後 就可以讓病人再慢慢階段性 三到六個月慢慢 三種藥物慢慢變兩種 兩種藥物後來變一種 後來再變口服 然後也減輕他個人 覺得心理上的負擔這樣 整個數據來講大概會有 我們蒐集了180個病人 大概有15位病人 大概得到這個完全反應的一個情形 這樣子 所以有些病人 我們就舉一些例子 像有一些病人在一開始在肝臟 雖然有原發的地方拿掉肝臟有三個點 那因為肝臟的點比較深一點 所以他選擇 而且他對抗表現劇的標靶非常有效 所以一直打一直打 打了現在第七年 就完全是完全反應是看不到腫瘤這樣 其實我覺得現在患者一大幅 真的就是有健保給付這件事情 其實剛剛兩位醫師都有講 過去真的是每個月的醫藥費動輒十幾萬 蘇晶姐妳知道就是為什麼我們 到底是這整個爭取國家健保給付的過程是什麼 對我覺得其實我們健保 大家都知道健保的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健保的給付的前提是幾個東西 第一個它是有效的 對 就是妳要證明妳比原本的方法有效 所以我會給付 那第二個方法 如果一樣有效的話 妳對病人比較好 比如說我可以減短她的出源日數 或者我可以縮短她的療程 或者我讓她的比較少 那對於LAS來講很簡單就是 它是雙贏的 怎麼說呢 對患者來講 我已經知道了妳到底是哪一種 有沒有突變型的 剛剛我們周邊醫師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事 我已經知道妳比較厲害 我就要派跟對方妳的先發投手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是 知道妳就是依據癌細胞的特性 我們去選擇藥物 這樣子讓它可以最快 最好的發揮它有效的東西 所以第一個 對患者來講 有效的醫療 然後對疾病有幫助 那對健保來講 雖然好像表面上我付了這個檢查的錢 基因檢查錢 可是呢 我省了可能沒有效的醫療 我省了它可能延長的時間 所以是雙贏的 所以不但是節省了醫療資源 減少了 減少了病患的經濟負擔 重點是妳整個療程是有效的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精準醫療 他們在走的路 不論是精準的腹腔鏡 或精準的用藥都是 真的 那所謂這個精準用藥 就是每一個癌有都符合精準用藥 跟符合健保給付嗎 我們請鍾成醫師告訴我們一下 大概就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會把標本拿下來做基因檢測 那延伸型的跟突變型的 那突變型有突變型的抗血管的藥物這樣子 那延伸型的就大概會有兩個選擇 那這次符合是第四期 就是第四期的病人才有標靶治療 至於第三期的話 就是用兩種的化學治療去打 然後才會有剛剛講的結果 從30%40%提升到68% 那幾乎是到approach到7成這樣子